你覺得旁邊的這個佩晨姊姊跳不太好 對呀 剛剛給我牽線在終於牽上 緊緊抓住 後佩晨這天出席弱勢兒少募款記者會 當媽之後的她變得更感性 看著孩子困苦的短片不禁眼眶泛淚 我自己有孩子以後就很容易看到 很脆弱 你沒辦法想像說加一個好像很理所當然的地方 對這些小朋友來說好像都是一種奢侈的願望 不過佩晨媽媽現在可是對育兒方面頗有一套 只要提到兒子一眼 佩晨就滿臉幸福洋溢 她最近最可愛的就是她不會講話 可是她開始想要發聲音 所以她就會在房間發出一些像小海豚的那種 很開心然後眼睛笑笑跟你嘀嘀這樣子 身為佩晨好友之一的小S 昨天跟老公薛亞軍到合體騎腳踏車約會 卻不小心殘摔傷了臉 讓佩晨都忍不住關心幾句 我不曉得她現在怎麼樣 但是我會發簡訊跟她說 請她拜託注意一下自己 如果真的跌倒真的要小心 因為我覺得當了媽媽以後 才發現要好好照顧自己 可小S怎麼這回都公佈受傷照片了 還是擺脫不了家暴風雲呢 小S說她半天上廁所 不管真的會跌倒 她這個是半天都不可以認同 小S我真的不知道 她姐姐這問題要問小S老公吧 報導 好可愛喔 謝謝喔 謝謝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